刚才你也提及过新能源股份 这位朋友是大唐新能源1798 他才买3.04元就有货 他说应该如何操作呢? 上个星期或近期短线我都建议买1798 因为我们设计他入港股通 入恒生综合指数里面 有些短线投机的想法出来 当然结果出来就是大唐新能源也好 新特能源也好 这些950亿市值的股份是磨灭了 短线会有调整压力 其实所有绿色林源股份都是 都是个道理一样上升了很多 短线随时有个追沽的调整压力 所以如果你3元几这些位置买了 是抱着一个短线投机心头 过去一两个礼拜这样说的话 真的要认真投行的 因为如果那些位置买 其实最理性的止洩位 是2.7这些水平 你会有机会无端端输一成 去到2.7这些位置止洩才是最理想的 但是相反地这些水平会出现什么状况 随时有机会止洩 复上去3元这些水平 但未必又代表有个重拾升浪的 可能浪下浪下浪下的 所以暂时来说 就以分上个星期的低位来做止洩位 先穿了就要走 因为那时候2.7的机会 的确是不小的 如果你很重注的话 分两注就走 短线这些股份我觉得 息火的机会都是大 未来有机会走一个商顶 吓一吓你 可能有机会回到2.5 2.4这些水平才再炒 真的不出奇 所以我觉得这些股份 也是中长线太好的 但短线真的缺乏一些上升趋化劑 而调整 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说 这些股份就 特别短线近期才做部署 如果没有什么新的上升趋化劑的话 要想一下投行